我相信你们 你们的心意我领啊 但是 这个钱我不能要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也是一位孩子的父亲 我相信 你们的父母和我心情一样 日夜盼着你们长大成才 相信我 我会带着他闯过去 高老师 加油 高老师 你要保住身体 以后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高老师 我们会永远支持你的 那天 我仿佛渐渐开始明白 原来大人们也会长大 只是他们成长的方式 与我们不同而已 他们会在孤独与无声中 努力克制自己的压抑与无助 活生生地 听过每一次生活给予的无情 和刻薄